監視器畫面中 這部黑色轎車開過來 並排停在路口 一名男子下車 穿著長袖 黑色長褲 往學校的方向走 接著到了門口 又站著左顧右盼 他就是來騙錢的假校長 手上還拿著公文袋 看舉時機就要進行詐騙 接到一個自稱是林校長的電話 然後說等一下有廠商 會來門口收取相關的費用 要他先借一萬塊 原來這名男子 先假冒校長的身份 打電話到學校說 等等會有廠商來拿錢 接著他又再以廠商的身份 到學校取款 一人分勢兩腳 還趕場詐騙 他準備公文袋 交代職員說是給校長的 讓員工不宜有他 主動把錢拿出來 每次詐騙五千到一萬元 直到真的校長回來 才發現一切都是騙局 那個歹徒也是說 有一個東西 是校長要的 那我們的小姐後來 就是把這個信封拿給我的時候 發現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 警方調查這名嫌犯 曾一天早上在東港詐騙 下午又衝到恆春 再度詐騙得手 不少學校受害 公布監視器中男子的長相 要所有學校機關看清楚 再見到相同的詐騙手法 絕對不要放過他 介章說話 頻道報導 稍後 谢谢大家